欢迎各位益友全面进场 11月7日礼拜一的第一节 我们先去跟进一下香港的最新情况 话说在昨天 有不少特区政府的高官进入了香港大球场 欣赏香港国际七人篮球赛的决赛 但是有多家媒体就拍到 多名高官在非饮食期间 竟然间就是脱下了口罩 立法会议员江玉欢就质疑 既然间容许篮球赛事举行 容许场内的观众欢迎叫嚣喜舞 这个已经不是一般人可以理解的紧急情况 如果一旦防疫措施是不紧急的话 就应该是解除 好了在讲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吁各位益友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一起去看看高官入场看球的情景 在七篮赛举行期间 当局容许观众在饮食期间脱下口罩 但是据现场所见 在非饮食的时间 有不少观众都没有戴上口罩 其中包括了一些高官 比如说在星期六入场棺材的政务师副师长卓永兴 和财政师副师长王伟伦 虽然两人就在面前有摆放到饮品 但是从其中一张照片是清晰可见的 两人就正是围着赛事的气氛 而鼓掌 明显就是没有喝酒了 那时候是不是 你喝酒就脱下 不喝就应该带的 那他就没有带 然后在这里鼓掌 欢呼 那另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在入场的时候 就被一些西人 洋人 外籍人士 喝倒彩 喝他 但是他也有找到一个观众 愿意跟他合照 而在合照的期间 他同样是没有戴上口罩 而在照片里面 也都见不到有任何的食物 或者是饮品 根据HK01的报道所说 以上的情况 如果是拿正来做 就是不符合口罩令的要求 到底执法的情况又是怎样呢 最后的结果 就是当局基本上宽松处理 未见严厉执行口罩令 我想这篇报道说的太温和了 不是未见严厉执行 而是没有执行 在三天的赛事里面 我相信 如果特区政府说不是 你自己走出来澄清 就是根本上没有任何一个执法人员 在这个香港大球场里面 就着违反口罩令 开过一张告票 如果是有的 特区政府自己出来说 究竟你开过几张告票 有多少人是违反了口罩令 而需要定额罚款的 有还是没有 如果是没有的话 基本上又是双重标准的了 你在这个香港大球场里面 按照特区政府提供出来的数据 又说有两万多人在里面了 我不管你多少 总之超过一万人就肯定有了 所有人在里面 又不需要戴口罩 又饮又吃 基本上是没有网管的 但是在外面是另一个世界 如果在外面 在一些指定的地方 公众地方 如果市民不戴口罩 就要罚钱的 那岂不是一个很大的对比 被人罚钱的就很冤枉了 那为什么里面有特权 外面没有呢 这个是不是差别的待遇呢 那你特区政府 为什么还要搞这个口罩 拧下去呢 既然里面也不需要做 那你照计 如果说不戴口罩 是会提升了 那个传播和感染风险的话 那你在大球场里面 都不准它不戴啦 还喝什么吃什么呢 多此一举 是不是 我们看一下 到底那些议员 又怎么样回应 立法会议员田北辰就说 在如此大型的一个活动里面 根本上就没有可能就住口罩令 执法的 而且现场有不少都是外国游客 一旦执起发上来的时候 随时还会有损香港的国际形象 因此 睫眼开睫眼闭都属于正常 田北辰认为 公众场所的口罩令 的确是会对本港的吸引力 带来一定的影响 虽然未必说是很多 或者是很关键 但是的确有部分人 选择去新加坡 而不去香港 口罩令 是占了一部分的因素 未来是不是放宽 就要交回由特区政府决定 但是田北辰就认为 口罩令 不可以永世都存在的 总有一天是要放宽 他说这件事 其实是合理的 你难道两万多人都拘捕他吗 但是 你既然放宽那两万多人的时候 那为什么场外那七百多万人 你又不放宽他呢 这个就是差别待遇 经常说一视同仁 这个是陈茂波说的 如果你真的一视同仁的话 你就不要在里面随罩 就不要搞到标准 搞二十几个 你说那些市民会不会服呢 还有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这个医务卫生局局长劳宠茂 已经是颇长的一段时间 没有上水了 一直潜了水的 尤其是在陈茂波那件 阴阳波事件里面 他直头呢 就不发一言 你作为特区政府里面 负责公共卫生事务 那个最主要的官员 你那些什么鬼影 五九九章全部的权力都是归你的 为什么你没有任何一句说话 走出来说的呢 别人问你放不放宽的时候 别人又反问别人 对不对得住那九千多条人命 你这么喜欢拿那九千多条人命出来说事 这么喜欢说要保障那些长者 又和为什么你容许香港大球场里面几万人脱口罩 喝酒吃饭 喝完吃完之后 他都还是不戴口罩 一直口水花喷喷喷喷喷唱歌 欢呼喝彩 那些气庸胶 唾液 通肠烟 然后没有任何卫生官员出来说句话 屡的话 会不会导致老人院的长者 一旦那些新官发入去的时候 会有问题出现 会不会有老人家人设 nam pour bate 大球场看漆楼 为什么现在不说这些说话 不是一句话你都不说 全部都没有 光是陰陽波就要好出來交代 他現在是中陰身嗎? 介乎陰性和陽性之間 完全是不出聲 不知所謂 你這個口罩令如果一日不取消 你也不要告訴別人你是服償 對不對? 接下來我們又看看 江玉歡議員怎麼說 我認為他昨天發表的文章 是很值得說說的 他那篇文章的標題就是不再緊急 內文這樣說 大家在談論復常和取消某些防疫措施的時候 有沒有記起所有措施的緣起在哪裡呢? 2022年當時正是疫情不受控制之際 政府根據緊急情況規例條例 即是緊急法 還有599章 訂立規則 推出了多項的防疫抗疫措施 香港最終是克服 並且控制了疫情 很客觀的 事實上克服了 控制了 你不要再說現在失控了 你真是說謊 怎樣失控? 沒有了 沒有這件事發生 疫情就快踏入第四年 防疫措施對市民的生活和精神狀況的影響 是令到他憂心的 他最近經常問 究竟我們還是不是在緊急情況呢? 我們在制定防疫抗疫措施的權力 是來自以上提到的緊急法 以及599章 如果一旦不緊急 那些措施就應該解除 我認為他這個邏輯是說得很好的 縱然有些人會質疑 江若寬可能是那些所謂的紅隊 或者他剛好抽籤抽中 他要出來說這些話 不要緊的 起碼來到你的社會 還仍然有空間說這些正常的事情 這些是理性的事情 務實的事情 起碼有一個人肯說 你不要理他紅隊也好 做妹也好 起碼還有一個這樣的人肯說話 我認為是很難得的 如果連這個聲音都沒有的時候 那就真的死定了 唉 起碼還有一個正常的聲音 就不是一邊叫封城 那些齒咕嚕 現在不出來說了 當沒有說過的 你現在找記者去問一問 民建聯在今年3月公佈過一份民意調查 說支持香港封城是超過一半市民的 然後那些網上KOL 李梓敬、陳永恩 現在全部華麗專身當沒有說過 你如果認為你自己改變了立場 就不要出來道歉 或者說明清楚 為什麼你有這樣的轉變 就不要當沒事發生 然後天天繼續在那裏拍片 你有沒有搞錯 這班人 起碼現在還有一個江玉寬的正常聲音 所以為什麼我說值得看 你事實上就是不再緊急 而你那個法律的起源 就是緊急法和599章 你都不再緊急的時候 就應該是解除 他這個邏輯是說得很好 我們再看看他的理據 他說當中在緊急條例裡面 就沒有就緊急情況作一個定義 根據一份衛生當局 在2020年1月 就著預防及應付新冠的30頁文件當中 政府在制定措施的時候 應該是要考慮到病情的嚴重性 疫情的走勢 傳染性 疫苗和治療的提供 以及世衛的建議等等 有關的應變計劃就會將疫情分級 雖然有關文件並不是將緊急情況定義出來 但是也都是特區政府為疫情而制定的 並且具有參考價值 民眾的末段提出 具監視性的措施 必須限於在必須情況下才使用 而所有的行動和措施應該定時審視 防疫的策略應該是不時調整 以確保醫療資源得以善用 像其他地方 比如說馬來西亞 當地的緊急條例也沒有列明什麼是緊急情況 何謂緊急除了是行政機關決定以外 立法機關也有責任 就緊急條例的使用而把關 事實上是的 你說特區政府有沒有不時調整防疫策略呢 有 牽涉到公共醫療資源的就有 比如說當初在第一至四波的時候 我們在這個頻道吵佬拆天了 就說特區政府不應該將那些無症狀和輕症的患者 全部都送入醫院 因為這樣做的時候 其實就會將那些珍貴的醫療資源 從那些長期病患者 現在的手上是剝奪了 因為你趕了部分人出院 或者是回那些老人院社 這個我們是很清晰的 後來特區政府就改了 到現在基本上是輕症和無症狀 都不需要入院 是不是 去到大英波的時候 你不如容納到那麼多人 後來就是重症才入院 這是不是一個適當的調整 牽涉到公共醫療資源的 它是有調整的 比如說 本來有些門診是做普通科的 後來它專做發熱門診 專門是醫生觀病人的 這是不是一個調整 是 你說特區政府有沒有審視呢 有 但是牽涉到那些監視性的措施 有沒有審視呢 沒有 安心出行 疫苗通行證 是不是 還有口罩令 這些就是長期說要執行 但是牽涉到資源的分配 其實它是有審視的 所以不是說特區政府不知道要審視 而是有部分的措施 它堅持是要執行下去 江若寬就說到 緊急要講求風險和理性的評估和分析 當我們容許籃球賽事舉行 容許場內的觀眾 歡迎 叫囂 喜舞 這個已經不是一般人可以理解的緊急情況了 希望以上能夠為我們今後的抗疫防疫之路 帶來一點就著源頭的理性討論 它也會就著上述去信當局作出反應 我相信特區政府就不會改變 但起碼來說有人帶出這個論點 都是好事來的 起碼在社會上醞釀一下 討論一下 你就是不合理的 那些措施不緊急的 你又硬來繼續操作下去 你搞到何年何月 是不是 那些全部都是趕客措施來的 口罩令安心出行疫苗通行證 你不要理那個南非旅客 給他多少甜頭 他又說 哎呀 正啊 好彩說濫宗那個西人總裁懂得做 比作是一個香港人去做 你有沒有包商錯才行 還說正這些人真是很差的 不過不要緊 他說正 但是人家都會看看 你那些黃馬 究竟是怎麼搞呢 到底一下機的時候 是不是繼續要驗核孫呢 現在根本上也是雙重標準的 今天呢 有一宗新聞就說 要放寬給那些旅行團入境了 但是呢 就要團進團出的 但是呢 下機的時候 那個撩鼻呢 就轉了為口腔識子 暗家靈 喂 為什麼之前一直都是 口腔加上鼻腔呢 現在變成純口腔呢 是不是嚴撩鼻 怕著說那些旅客不識 是不是遷就那些旅客呢 這些又是一個區別的待遇 在這裏 所以真是 你很難怪人家說你大西超那些措施 經常說是一事同仁 你不要說 你怎麼一事同仁 好 這一節先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